咱边走边聊啊 昨天我们聊到了华为发布了最新的旗舰管手机 Mate60 好多人最关心的呢都是芯片的问题 而且不管是支持还是看低华为的人都关心这事 因为咱说呀这确实是个关键点 目前我看到测评人测试的结果 简单总结一下啊 现在呢用第三方软件去查看芯片 会看到代号是麒麟9000s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调整啊 至于大家关心呢 这到底是不是5G芯片呢官方没说 但是跑的是5G的信道 这个嘛咱们大家都懂的 昨天也提到了测试的下载速度呢是500多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我觉得呢咱们也没必要纠结 显不显示5G 总之呢我们认为是呢就是就完了对吧 现在网上关于这个芯片的由来呢有各种猜测 有人说会不会是存货等等 感兴趣的呢大家可以搜一下 我就不重复了 我个人的猜测是用的是咱们的国产5G芯片 我看网上有测评人猜测说呢 大核超大核都是用的海思自研的 昆蓬930的核心 太专业的事呢咱就交给专业的人 海思说起我们都知道任正非一直坚信 自研芯片对于华为的重要性 他认为自研芯片是一个国家 乃至整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为了推动自研芯片的发展 任正非呢在2004年成立了华为海思半导体部门 海思以研发和生产芯片为主 成为了华为自研芯片的核心团队 经过多年的努力啊 华为海思成功打造出了麒麟系列处理器 麒麟系列处理器在性能功耗等方面呢 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被广泛应用于华为的旗舰手机 和平板电脑当中 赢得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咱们大家都知道了 由于一系列的打压制裁 包括对芯片供应链的欠制 华为海思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那么我们总说 华为没有放弃在努力克服困难 具体他们做了什么呢 比如投资半导体领域取得突破 降低美元气垫比例 在面对外部环境挑战的同时 华为积极推进国产化替态 加强对供应链的自主掌控 通过加大对国内供应商的合作 华为不断提高供应链的国产化水平 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所以华为海思的发展 可以说为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做出了贡献 为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贡献的力量 另外我说是国产5G芯片 还有个原因 就是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 中芯国际的CEO梁孟苏 在接受访函时说的话 表明中芯国际自己很可能 已经搞出了7纳米制成工艺的国产芯片 那这种芯片用在手机上完全够用了 至少打打圆弦 玩玩王者荣耀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华为真的用上了国产5G芯片 那后续影响真的挺大了 毕竟咱都知道芯片这事 一直是美国卡我们脖子的王牌 你看这次美国的商务部长过来 谈之前咱们就提出了 把芯片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 列入会谈议程 然后对方就提出 只要咱们放弃自研芯片 就取消一大堆的禁令 再然后就弹着弹着咔嚓咱们就放出了一大招 华为Mate60发售 疑似用了国产5G芯片 要是我的话都不知道怎么接招了 毕竟之前写好的台词用不上了呀 这逻辑关系前因后果 大家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下面我说说关于芯片 在科技行业当中 芯片作为核心硬件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的芯片行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近年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技术创新的加速 国产芯片行业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在这其中 华为作为我们中国企业的代表 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和突破 研发出了新一代的芯片芯片 为国产芯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查了一下 华为新一代芯片芯片 采用了先进的5纳米制程工艺 集成了高达150亿个晶梯管 具备高性能低功耗 安全可靠等众多优势 而且还内置了人工智能加速器 使得AI算力提升了40% 同时实现了更好的能效比 此外 麒麟芯片还拥有强大的CPU和GPU性能 能够满足用户对于各类应用场景的需求 当然我们常说机遇和挑战 两者我们都要考虑到 一方面 麒麟芯片的研发成功表明 我们中国在芯片领域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对于整个国产芯片行业来说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鼓励行业内的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技术进步 实现从跟跑到零跑的转变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 得清醒的意识到 要想真正实现国产芯片行业的长足发展 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未来的路不好走 但是我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 批评了那些对华为指指点点挑毛病的人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节目 可以让更多人明白 华为有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希望有些人可以心服口服 那些张口闭口 跟苹果比较的人 应该了解一下 曾经的华为是可以叫板苹果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 咱们都知道的 美国对我们的芯片各种限制 受到影响之下 华为海思不仅芯片市场份额为零 就连找代工厂也变得非常困难 但是华为在这种困境之下 并没有放弃海思 而且我们国家还迎难而上 不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实现国产芯片替代 提高芯片自给率 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这次Mate60是麒麟芯片 从被归零到回归的标志 这真的很鼓舞人心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 我看到有消息说 3纳米工艺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研发科和高通也将继续以4纳米工艺生产 新一轮的制程技术将为芯片的性能提升 带来新的突破 并为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创新机遇 所以这次我们真的可以对未来芯片市场 充满期待了 华为的前邻芯片回归 代表着我们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 和华为在芯片领域的坚定步伐 这些年我们大家一起跟华为哭过笑过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我想咱们大家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明白了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发展才能不受限制 我们看到了在5G技术上的突破 和华为海思的强大优势 也期待着华为能够继续加强研发 不断推出更多创新的芯片产品 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特别欣赏那种遇到困难不放弃 多年来坚持努力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态度 我们不怕苹果159月份发布 早晚有硬碰硬的一天对吧 是时候看看我们中国品牌 能不能夺回丢失了的高端手机市场了 到时候拭目以待呗 昨天我在节目里还说了 我从不认为支持华为是被道德绑架了 但是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华为的确在我心里有一定的分量 也已经成为了一面旗帜 只要华为站着 那就代表我们的高科技企业 没有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屈服 只要华为活着 国内其他企业才拥有更多不断变好的动力 最后忍不住喊几句口号啊 我衷心的希望 华为能够真正从技术上打破壁垒 不再受制于人 重新回到甚至是超越那个巅峰时代 等到我们重新展露锋芒 在国际舞台上闪耀登场之时 就是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势力 不断对我们抹黑和造谣的最好回应